我们现在来开始做一个新的案子 所以我就请各位可以 我们开一个新的 然后呢 这是DQC的考题 DQC Plus 比较进阶的考题 各位有兴趣也会去考这个证照 那当然你的专案名称 你就可以取叫DQC104 这样子的话以后你知道 因为考这个证照都是考核数 那各位可以就是建立这样子 以后就说你让我们一起去看 清晰的这个专案的程序 OK 好 那他这边就会开一个新的 那这个Test 1027都没有储存怎么办 其实他会预设的储存 而且存在不够的一段 所以各位可以看 DQC104已经出来了 好 那现在呢 各位可以看一下 像模拟的画面也有马上进入模一样 这是他的好处 好 内部模拟器如果可以ready的话 他可以直接弄 那首先第一个 左上角Screen One 不是这个字样 应该是点餐系统 所以各位可以看一下 原件停留在Screen One 那它的属性 这个的最下方 有个叫做Title 属性的Title 我们就可以改字 改名叫做点餐系统 好 打完了按Enter 按Enter之后 各位有没有看到 画面现在已经变白了 再重新扫一次 各位有没有看到 模拟器上面就写点餐系统 所以这个内部模拟器的好处 就是我边做边看到机果 然后第一个呢 欢迎光临气宝网 怎么样 这个怎么做呢 我们就先把Label拉进来 然后呢 字比较大嘛 假设字 其实大小无所谓的 但是我就 假设我就按照它的尽可能 比如说我按照24 然后呢 里面的内容要改 我就到Cast里面去改 然后去打一下 欢迎光临气宝网 临气宝网 好 改一下字 什么 它马上跳掉 谢 宝网 好 按照字中 要字中 要字中 对不对 文字要字中 怎么字中呢 首先这边可以看到有一个属性叫做text alignment 文字的靠旗 预设都是靠左 你可以按center字中 诶 可是center字中之后 等一下你看闪不闪一下 闪回来 诶 怎么没有字中啊 问题在于 你这个元件 它的范围只有这么小 所以它不会集中 那怎么办呢 你要把宽度 去 符合它的部阶 所以宽度 有属性 选Be a parent OK 它等一下少一下 它就集中了 OK 然后另外呢 再来 我现在要排两个像按钮一样的元件 要左右排 预设的元件都是上下来 左右排要怎么排呢 首先 我们要先在这底下 这个Layout 这个Layout 版面 最细的部分 选水平排列进行 可是别忘记哦 看到水平排列的框 就这么大了 所以 我们要把宽度先 第二天了 第二天了 诶 严重宽得到 好 接下来 左边要放的 它说叫做ListB ListB在哪里呢 回到我们之前 原先的User Interface 用的界面 我们选一下ListB 过来 然后上面的字 应该是 进入点餐系统 所以现在 你没有在ListB在哪里 然后 这个地方 的 改名叫做 进入点餐系统 OK 好 那各位就可以拿 这上面的文字 还有啦 如果字那么小呢 我们就把风扇 拿下 我改成25 OK 好 那另外左边呢 要放一个按钮 叫做清除 所以我把按钮拿过来 把按钮 上面的文字 我打成 诶 字也太小了 我设一下25 然后呢 它的title 改名叫做清除 Text的不是开头 Text的属性 改成清除 OK 然后呢 有时候 这个打完之后 你会看到这个按钮 和大小不一样 好难看喔 那 对 大小不一样 我希望能够 各占一半 好不好 那各占一半的做法 你就把这两个元件的宽度 都设 DM Parer 这样子 两个都要站 跟父母亲一样宽 那不行 那就等于均分 所以 这样子 做完之后 等下这个闪一下之后 你就会发现 这两个 一个是List的Beeper 一个是Bug 按钮 它就等于分了 然后最后呢 再来一个Nable 拉进来 这到时候要呈现 你一点的餐点有 什么什么什么的 好 那这个文字 我们当然也可以把它射大一点 但是预设呢 它里面 应该是空的 预设是空的 所以我把Pack 它的资料 清除掉 好 先到这 等一下 我们再继续讲 后面的 还有几个设定 要设 好 所以我们一步步来 好 有些人今天 第一次接触到话 那或者是上搜 还没做完的 至少先画面先做到这 等一下还有第二部画面要做 好不好 来 先请各位做一下 因为录音 没有办法超过十分的话 先做一下